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打習一個猝不及防 反習派挑撥王毅 火上澆油 習近平親信接連被消失 秦剛之外還有一位重量級大員 揭秘秦剛快速升遷之密 在習近平耳邊低語 離鐵獄中現狀曝光 睡六人大通鋪 白天幹活 晚上值班 援助俄羅斯 金正恩帶俄方長看武器庫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7月27日 星期四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打習一個猝不及防 反習派挑撥王毅 火上澆油 中國民主運動活動家魏京生 在新唐人精英論壇節目表示 一個原因就是習近平提拔秦剛也太快了 急功近利 蹭蹭蹭就上去了 火箭式的往上升 跟王洪文差不多了 這個肯定也遭大家的忌恨 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反對習近平的這幫人 這個派別私下裏就拉攏了王毅 挑撥了王毅 王毅本來就跟秦剛這些國安系統的人不是很對付 他們挑撥了王毅 王毅本身又是親俄派 特別堅定的親俄派 而秦剛呢 現在習近平用他是想緩和中美關係 他們倆在業務上就已經有點對立了 然後秦剛又有在外交系統內部不太招人待見的這種身份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抓住他的把柄 狠狠搞著傢伙 打了習近平一個冷不丁 魏京生表示 反習這些派別抓秦剛的把柄 肯定是抓你腐敗 抓你什麼私生子 從這些方面抓 因為這都是很正當的理由 但是實際上在黨內 要真是最高當局喜歡你看上你 他不用保你 你那些問題都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最高當局保不了你的情況下 大家群起而公之的情況下 那麼這些問題就都是問題了 最後可能就以這些問題來處理 如果真的習近平最後不得不處理秦剛的話 那可能就是用這些理由來處理 但是真正的問題不在這兒 還是黨內鬥爭 習近平親信接連被消失 秦剛之外還有一位重量級大員 秦剛接任外交部長不過半年多 這次丟官 也讓他成為中共建政以來壽命最短的外長 不過 他不是近期唯一消失的官員 臺灣天下雜誌報導 一位臺灣國安高層分析 秦剛之外 更要關注公安部特勤局長王小洪的動態 王小洪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不但是習近平在福建的舊部署 手上掌握的權力也非同一般 中共領導人執政 依賴刀把子 槍桿子 筆桿子 錢袋子這四口子 而其中的刀把子 就是王小洪隸屬的公安體系 公安部的特勤局 更是肩負保衛高層領導人的重要職責 7月初 公安部抑制對外人事公告 宣布老公安人 公安部副部長王志忠將兼任特勤局黨委書記和局長 這代表王小洪公開交出特勤局的重要工作 臺灣國安高層強調 習的兩個重要親信都出現變化 必須觀察接下來的政策穩定 秦剛事件只是揭開這個黑盒子的序幕 高喊維穩的中共 外界也正在觀察它後續的治理 揭秘 秦剛快速升遷之密 在習近平耳邊低語 美國之音報導 原白俄羅斯外交部一等秘書 帕維爾·斯倫金 曾在2015年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白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期間 與時任中共外交部里賓斯司長的秦剛有過頻繁交往 斯倫金認為 秦剛去年12月被突然任命為外交部長 跟他之前做過里賓斯司長有很大關係 外界一般將此解讀為 這是習近平對秦剛的青睞 秦剛擔任的李賓司長 我認為為他提供了一種非常特殊的魔法技能或魔法力量 讓他可以接近習近平 以展示他是多麼忠誠 多麼高效 多麼優秀 斯倫金說 因為他知道在這些禮節事務中 他是要負最大責任的最重要的人 他可以接近習近平去告訴他一些事情 向他解釋一些事情 這種與他的老闆 中共領導人的接近 使他在同事和其他中國官員中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在那些保守的國家 這種與領導人的接近 這種在他耳邊低語的機會 在外交部內部的競爭對手看來 為你提供了如此多的政治優勢 斯倫金說 我認為這是他職業成長的秘密之一 李鐵獄中現狀曝光 睡六人大通鋪 白天幹活 晚上值班 中國前國家男族主教練李鐵被抓走8個月後 在獄中現狀曝光 7月26日 知名媒體人冉雄飛在其新浪微博發文說 李鐵還沒有被判 據說他已經從駐單間變成了六人大通鋪 床的質量很差 每天行動受限 晚上還要不睡覺 值兩小時半 冉雄飛還爆料 中國足球反腐掃毒打黑還在繼續 南通主力門將施曉東和剛剛商譽的徐俊敏被帶走喝茶了 門將本來就是假球重災區 徐俊敏則可能和已經解散的昆山FC有關 施曉東和徐俊敏都是南通支援本賽季的主力球員 45歲的李鐵於2022年11月26日被查 有大陸媒體爆料 李鐵被查期間相當配合 為減少自己的判罪刑期 有立功表現 透露了更深層人物的黑幕 在中國足壇掀起新一輪反腐風暴 今年5月9日 冉雄飛在微博發布消息說 李鐵調查的留置期即將達到6個月的上限 李鐵會在最近從留置的湖北某地轉移至正式的看守所 援助俄羅斯 金正恩帶俄房長看武器庫 俄羅斯房長邵伊古25日率團抵達平壤 開始對朝鮮進行訪問 路透社法新社援引朝鮮朝中社報導稱 朝鮮勞動黨總書記 國務委員長金正恩 當地時間26日會見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雙方進行會談 並承諾加強雙邊關係 朝中社提及 邵伊古遞交給金正恩一封俄總統普丁親筆信 還一同參觀了朝鮮新型武器裝備 法新社援引朝中社的報導還稱 金正恩和邵伊古一同參觀武器展覽 俄國防部長參觀了朝鮮新型武器裝備 在朝鮮媒體公布的一張照片顯示 朝鮮不僅在積極研發導彈 還開發出了類似美軍MQ-4無人機的新力器 MQ-4系海神是美國海軍正在研製的 由2Q-4全球英偵察機發展而來的高空長程無人機 該無人機基於廣域海上監視項目開展研發 計劃生產一款配合P8波塞頓海上巡邏機 可以進行海上實時監視 情報搜索 反潛偵查 以及搜救等任務的無人飛行載具 MQ-4系海神大致沿用了全球英的機體設計 並在全球英的基礎上做了一定的改進 例如加固了機體和機翼結構 改進了除兵裝置和防雷機系統 有了這些改進 MQ-4系海神可以降低高度 在雲層中更好地監視目標船隻或其他海面目標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習近平尷尬撤秦剛 黨媒跟進暗批 秦剛被免 發言人毛寧被連番連問 有個問題解罷了 秦剛6月初照片被翻出 坐姿隨意 無警打採 離了大浦 連被詐騙犯兒子要來上北大了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視頻中的節目 收視頻分枚快要來上傳 視頻評語 還不在意欺負 視頻 tweets